劳动部39岁无姓公务员疑似遭到分属长谢宜荣职场霸凌在办公室亲身 而引起各界震惊 而事后谢宜荣的背景遭到起底 一度外传谢宜荣的娘家是一间西罗的知名手工酱油 而消息一出造成了酱油业者的名誉严重受到影响 业者除了在脸书粉丝专页PO出全家福澄清 甚至还拿出户口名簿自清 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业者的访问 但是我觉得扩散的程度好像还不够 还没有办法真的去把这个不时的谣言 去做一个就是去舒缓这个错误的讯息 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澄清 好的可以听到业者表示 可能是因为儿子名字的关系 再加上又是云林的传统产业 才会让大家误会 但是家中只有两个男生没有女儿 甚至家族也没有这个人 跟谢怡荣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想到会因为这样遭受到无望之灾 声音大受影响 也希望能借此特别澄清